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是最喜欢听故事 也喜欢说故事 而且最喜欢玩故事的飞天仙子 小精灵们 仙子姐姐好 跟大家打招呼吧 我是红红 嗨 我是橘橘 你好啊 我是黄黄 哈喽 我是蓝蓝 大家都来了耶 今天我要先来问问大家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手可以动 脚可以动 而且我们可以说话吗 想想看 我知道 请说 因为我们很聪明 我们很聪明 那我们是哪里很聪明呢 请说 大脑 大脑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个身体里面负责 掌管一切的这个指挥官 大脑先生 那现在啊 听着姐姐要先来变出一个东西咯 听听 用心 想一想 这个就是大脑 这就是我们头里面大脑的形状哦 现在要来考考大家 有没有办法拼出我们大脑的形状呢 谁要先试试看 好 姐姐 感觉好难哦 对啊 分了很多块哦 形状好像有盒哦 那 红红 一个 然后 蓝蓝 不错 大家都很会拼拼图耶 黄黄呢 目前为止都很顺利哦 再来橘橘再帮我们拿一块 好像找不到这块 没关系 那不然我们先拿出来 我们换红红试试看 对 拼拼看 很好哦 好 再来 蓝蓝 有有 很顺利哦 接下来最后一块最简单 我们一起黄黄帮我们拼上去吧 很好哦 你们看到了吗 拼好了 拼好了 这就是我们很丰富的大脑哦 你们有没有看到它好像分了很多区块 对不对 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区块上面有写字啊 这些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 它是很聪明的哦 它自己会分区域 来管理我们的身体 然后给它们指令哦 你看像是这一区啊 比较靠近我们额头的地方 就是管理我们的语言 然后比较复杂的思考在这边 然后控制身体运动的区域啊 触觉 味觉 听觉 嗅觉 还有我们的平衡感 还有啊 感觉的辨识跟视觉 还有生命中枢 都是大脑在负责指挥的哦 好多哦 有没有觉得很丰富 第一次看到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认识到大脑之后啊 我们能不能想象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大脑受伤的话 那会是什么情况啊 想一想 好 我们老师说 有一个人他撞到后脑的时候 结果他不能走路 因为他的平衡 就是已经走路无法平衡 就走一下就跌倒 走一下又跌倒 哦 很好 没有错哦 他撞到后面刚好就是平衡 这边受伤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走路 那今天仙子姐姐啊 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讲一个头脑受伤的 小朋友的故事 那他是怎么样受伤 又要怎么样过他的生活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是真的 我是林老师 我可以跟你问一下 看着林老师 我们平常要和别人沟通 都是用嘴巴来说话 今天仙子姐姐要告诉大家的 是用大拇指来说话的故事哦 这个八岁的小男孩 叫做曾德玉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他 手脚不能自由活动 也没有办法说话 不管开心或是生气 都只能发出同一种声音 原来德玉是个 重度脑性麻痹的患者 身体有多重障碍 所以像是刷牙 所以像是刷牙洗脸吃饭这些平常的生活动作 都需要别人帮忙才能完成 不过se据 这个要是因此 而德玉的吞咽有困难 所以一顿茫尾下来 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 德玉虽然行动不便 但是他的智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不但能理解每个人说的话 也和大家一样有活力 爱幻想 只可惜 受限于这个像是被绑住的身体 他活泼的思绪 总是找不到可以表达的出口 杨老师是德语的幼稚园老师 他对特殊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也发现了德语的状况 于是他决定要帮德语找出一个 可以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方法 杨老师发现德语的手虽然没办法控制 但是他的大拇指却很有力 于是他就在德语的代步车前 加装电脑语音 只要德语用大拇指一按 大家就可以知道他需要些什么 因为德语的反应快 学习力强 很快的电脑语音里的句子 已经无法充分表达他心里的想法 于是杨老师终于又为德语 想出了一个新点子 这真的是一个转类点 你看他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表达自己 刚来的时候真的是每天就这样 哦哦哦这样子 那我们每个人那时候都是在练习猜 你要什么 要这个吗 要那个吗 哦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 试个举手 那到现在他可以很完整的 把他心里面的话 他还甚至还可以说故障 车子故障 还不是坏掉 我们就知道说 哦你看他的词汇 我们已经知道他有不同的东西 所以就从那样开始 我就觉得说 哦那我要帮他做一个小板子这样 那他可以随身走到哪儿 讲到哪儿 很方便 杨老师将这个拼音板取名为聊天板 有了聊天板 德语不再有口难言 他不但可以随时表达 甚至开始写童话 而这些充满想象色彩的故事 大多是来自于爸爸的传编故事 开始会说话的德语 让爸爸妈妈每天都看到 不一样的惊奇 他会 德语妈妈不把他当残障看待 所以也没让他去特教学校就读 德语读的是台北市信安国小 这对信安国小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所以杨老师是先先到德语的班上 做团体辅导 让同学认识脑性麻痹 还有怎么协助德语 怎么和他相处 原本妈妈还担心 德语会被其他小朋友排挤 没想到德语不但没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每天中午放学后 这是杨老师和德语的时间了 杨老师透过辅具基金会的协助 替德语制作了一台专属于他的电脑 这个电脑可以将德语打的句子 念出声音来 现在的德语可是越来越爱说话咯 听听看 德语还用他的大拇指 写出一本又一本的童书 打一篇十几个字的文章 要花上他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德语并不偷懒 打累了就休息 休息完继续打 因为德语知道 有爱的力量 身体的障碍再也不能阻碍他咯 我们看到德语 他虽然没有办法表达很多的事情 但是最后他也有找到他独特的方法 可以表达他的想法咯 看了他的故事之后 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 兰兰 我觉得德语的老师好贴心 为他发明了很多适合他说话方式的工具 让他可以更方便地说话 没错 他现在是用哪里说话 是用那个板子 他的大拇指对不对 然后点那个板子就可以说话 很棒喔 花花 虽然德语他没办法讲话 他只能用那个板子按 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地学习 没错喔 因为其实他们有说到啊 德语的智力其实跟大家还是一样的 所以他还是可以学习很多事情 那好 虎虎 就是呢 虽然他是脑性麻痹的小孩 但是呢 但是他还是很用心去面对 没有错 他没有放弃他自己喔 我觉得他的家长也很伟大 都不把他当那个长症的人看 都也是把他当一般的人看 很好 而且他妈妈还是让他去见一般的小学 跟大家在一起相处喔 其实看到德语的故事啊 骗子姐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脑性麻痹好了 脑性麻痹啊 它其实啊 就是在我们宝宝的时期啊 就是你的脑子 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 如果就受伤了 那这个受伤的脑细胞啊 它就会没有办法给正确的指令 给我们的身体 那像脑性麻痹啊 他比较常遇到的障碍 就是肌肉控制上的障碍 有些人的肌肉会比较僵硬 有些的就是没有力气 所以啊 他们在走路啊 或是身体姿势的维持上面 常常会遇到困难 那有些脑性麻痹的人呢 他可能其他区域也会受伤 有的时候也会同时喔 就会造成多重的障碍了 这样你们有比较认识 脑性麻痹了吗 有 可是仙子姐姐 为什么会有脑性麻痹啊 为什么会有脑性麻痹呢 其实啊有好几种状况喔 第一种啊 就是我们宝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可能就会受到感染了 细菌感染就可能会造成 他的脑部受伤 那第二种情况呢 是在出生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因为早产或是难产的原因 又脑袋受伤了或是缺氧了 也有可能会造成脑性麻痹 那第三种状况要注意了喔 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啊 如果头部受伤啊 或者是发烧啊 或是脑炎 脑膜炎这些病的时候 都可能会造成脑性麻痹喔 这样又比较了解了吗 好可怕喔 其实像我们啊 脑部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话 就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头脑喔 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其实脑性麻痹 对每个人的影响 还是会有不同的程度喔 像有些比较轻微的 他就还是可以学习走路 那如果比较早发现 比较早开始復健的话 也可能会有很好的成果喔 现在要再带大家去看 另外一个脑性麻痹的小孩的故事咯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个女生吃早餐 怎么不好好地坐着吃 要这样靠着墙边站着吃 而且还一脚压着脚筋呢 全天都要帮你坐 对啊 还有晚上 所以很多人坐着吃它再来吃 对吗 除非他不能拿碗 碗比较重的样子 但只要能够节省时间的 只要是都可以一起互动的 拿书看书也是在那边 原来这个女孩叫做刘雨晴 她每天的生活就是从早餐的拉筋 复健开始 雨晴在一岁的时候 因为走路的姿势和别人不一样 才发现患有中度的脑性麻痹 左手左脚会卷缩 需要不间断的复健 一旦偷懒 被拉开的筋又会缩起来 下次复健时会更痛 好 加油 好 你不是说我十秒 好 二十 好 换边 好 慢慢来 她痛因为心里应该也很痛 其实会啦 但是真的是一个念头就是 如果可以好 我觉得这一些些 真的可以忍耐过去 就这样忍耐过去 把她后脚跟整那一条筋 12345678910 12345678910 会痛吗 你痛吗 为什么这样做什么 我不行了 妈妈可以了 妈妈可以了 在妈妈积极地督促下 加上及时把握住黄金治疗期 雨晴左手和左脚的复健 进步很快 现在的雨晴 不只可以弹琴 还写了一首好书法 但是复健还是她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放暑假了 当别的小朋友可以在家里放大假休息的时候 雨晴却是每天要到医院报到 做复健 这是她十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功课 来一下 可以了 好 好 帮雨晴做复健的阿姨说 一般脑性麻痹的小朋友常会有语言 智力或是听力 视觉方面的问题 很幸运的 很幸运的 雨晴只有肢体动作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这几年来她真的进步的很多 而且爱笑的雨晴她还是医院里的开心果 有雨晴的地方就有欢笑 休息的时候她总喜欢跑到其他小朋友那里 为他们加油打气 雨晴的个性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充满阳光 除了功课好之外她还热心助人 她是一个非常乐观 然后就是不会在意别人对她的眼光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特别要加强这场呢 虽然她的肢体上有问题 可是其实她的个性上面就比一般人还要乐观 然后比一般人还要开朗 还要好 所以我觉得她比我们一般人还要正常 有时候也有同学会好奇或嘲笑雨晴 天性乐观的她会用包容心和幽默的方式化解 我还记得的印象是就是男生女生一群人在说说笑笑 就某一个男生就突然间模仿说雨晴走路是这个样子 我那时候在旁边改作业 我听到的时候愣了一下 我以为雨晴会很生气 会哭丧 会来跟我投诉 但是没有 她就把那个尴尬的气氛转化了 她就转化说你这样不对我走给你看 她就把她平常的样子表现出来 那她也很开心 同学也很开心 以前三年级时 主动报名参加童军社 常随着童军社到老人院去服务 活泼开朗的笑容带给老人院的爷爷奶奶们很多快乐 而她也获得了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从来不把身体的不便看成阻碍 雨晴反而更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 小朋友 看了雨晴的故事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呢 看到雨晴还是很努力地做復健 脑心麻痹对她来说 已经不是太大的困难了对不对 那你们有看到她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吗 奶奶 她还可以弹钢琴耶 还有呢 姊姊 她还认同姊姊 然后服务老人 很好 那虎虎呢 就是她天天做復健 然后都不会起来 很好喔 她还很舒服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对不对 来看了她的故事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呢 姐姐 就是我觉得她就是很勇敢 因为虽然拉筋很痛 可是她里面就是承受那些痛苦 她不怕喔 因为她也很想要好好的走路啊 对不对 所以她就很努力地做復健 就是呢 虽然她自己有脑性麻痹 但是她还是很乐观地也去帮助别人 没有错喔 而且她在跟同学的相处上 是不是也会很乐观 就算别人嘲笑她 她也可以很幽默地画点那个尴尬喔 蓝蓝 就是别人会学到走路 可是她都没有向老师说耶 可是我觉得她将会很伤心啊 可是老师也有说啊 这是老师观察到的 就是她没有马上就沮丧或是气馁 她反而是找到一个很幽默的方式 跟同学相处 所以不用为她担心喔 她自己调试得很好 皇皇呢 就是她的脚 虽然有一點點不方便 但是她却可以跟同学过得很开心 没错 因为她自己没有被自己阻碍啊 她还是很开朗很乐观地 跟大家在一起相处喔 那小朋友 你们有曾经跟脑性麻痹的朋友相处过 或是看到他们过吗 姐姐 我们就是我们上体育课 然后有一次 然后体育老师说 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小朋友 他跟我们一起上体育课 他虽然脑性麻痹 可是他的力气很大 他是有什么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吗 他就是走路会有点拐 那其实啊 我们只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头脑啊 然后也要更有同理心地去对待 脑性麻痹的朋友们 相信今天大家也都学到很多了喔 也要学习他们 克服障碍的精神对不对 对 很好喔 希望你也有所收获 非天仙子故事屋 我们下次再见囉 拜拜 是 有点声 是 你 你 还要 flows 是 我 你 你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